河南洛阳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竟揭开两千多年的大片局 武圣关羽的墓种被大雨一百通出 墓中青龙眼玉刀寒光四射野人注目 而旁边的头颅另在场人疑惑不解 民间流传关羽死后 身归当羊 头枕洛阳 魂归故里 也就是说关羽有三个陵墓 其中一个就在河南洛阳关林庙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直到专家在墓中发现遗物才终于决定 众人直呼我们竟败错一千八百年 他们在墓中究竟找到了什么呢 感兴趣的老铁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往期视频也更加精彩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关地 洛阳掩饰是关庄村下了异常罕见的大雨 这时在家等雨停的村民 突然听见后山传来轰轰一声 原来是后山的某个土修被冲塌了 眼前的村民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雨水冲出来的泥土竟然是红色的 而土修下方赫然是一座成员拱形的墓葬 村民们不敢再耽搁 赶紧上报给文物部门 接到消息的考古队 立刻赶赴现场 通过在墓葬周围进行初步勘探 确定这是一座存在上千年的古墓 很有可能是三国时期 在判断没有塌陷危险后 考古人员开始对墓葬进行发掘 刚开始众人以为 这只是座小型墓葬 谁也没想到里面竟别有洞天 而墓中的发现 更是轰动整个考古界 根据陵墓的规模和格局 很明显是座王侯级别的墓葬 这不禁更让人好奇墓主究竟是谁 死后能为如此风光大葬的 除了官尔爷就再也想不出第二个 但我们都知道官与大乙失行周后 拜祖卖成不甘受入自吻而死 而他死后偷卢却被孙权布下阁下 最终尸首分离被葬在不同的地方 身体被安葬在湖北当阳 而头颅则被公认是埋葬在洛阳关里 所以民间也一直有这么个说法 汉寿亭侯观云长头枕洛阳 生我当阳 魂归山西 既然官与墓在洛阳关林庙 那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不远的关庄村呢 看来只有发掘到最后 才能知晓墓主身份 穿过足有二十多长的墓道 来到了千斤重的两扇石门前 石门上竟然还有五只老虎的花门 虽然墓葬的规模很大 但里面的随葬笔似乎有些寒酸 只清理出一些双珠壁 陶器等文物 看起来就像是匆匆下葬 难道墓主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随着清理工作的继续推进 考古人员在墓室的角落找到一件兵器 是把做工极其精美的大刀 刀身和刀柄上还可有许多繁复的文饰 不仅造型奇特器用才极为珍贵 即便在地下历经千年人寒光四射 外观上看很像是关羽使用的青龙掩跃刀 紧接着考古人员又清理出 一具已经腐朽的官果 里面却只有一颗头颅 墓主的尸身又去了哪里呢 难道这才是关羽真正的墓主吗 还有关公啊 这是一颗大胡子 是吧 好了 上了大家 别 河南洛阳观庄司的一场暴雨 竟意外冲出关羽的葬 出土的一颗头颅令在场人之呼 我们败错了一千八百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身为东汉末年名将的官羽 那可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英雄人物 不仅武力之超高 能和吕布一较高下 而且为人正直不干偷奸耍华之事 官羽千里走善计 郭无关斩六将的故事 更是经久不衰 他也为蜀汉的建立 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在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中 官羽中干一谈 一包云天的英雄豪气 至今仍受到不少人的崇拜 据相关资料记载公元二百二十年 官羽败走麦城之后 不幸被马中斩首 然而官羽死后并没有被好好安葬 反而被分尸落得个身手易处 为了邀功孙权的部下 将官羽的头颅割下 而孙权害怕刘备兴师问罪 于是将官羽首级献给实力较强了曹操 又按诸侯之力葬官羽 施害于当阳境内 并见汉以由我安王词用来祭祀 然而曹操早已识破孙权的小把戏 加上十分敬佩关羽这位豪杰 不仅用金丝南木为关羽雕刻一个身体 还以诸侯之力将其头颅葬于洛阳南门外 远在成都的刘备 在接到关羽战祀的消息后 悲痛万分 也为他修建了一座豪华的衣冠种 三国时的洛阳并非此时的洛阳 虽然知道关羽头颅葬于洛阳城内 却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为推崇关羽的侠干义胆与忠城 不仅被历朝历代所夹缝 还获得多个皇帝的青刺点 他的陵墓更是被大肆修缮 因为尸身分离 也就有了三个埋葬之地 也就是宫人的湖北当阳 河南洛阳以及山西运屯关地庙 然而关庄村发现的这座古墓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 这才是真正的关羽木 青龙掩月刀 关国里面只有一颗头颅 尽管如此 专家还是不敢轻一下判断 就在这时令人震惊的东西出现了 墓室角落里被清理出一块石碑 由于年代久远上面的文字 已经模糊不清 在松网考古研究所后 便被立刻清洗 经过仔细辨认 还是能认出这样的文字 汉寿廷和武安王携天 护国大将军关帝之墓 关帝之名除了关羽还能有谁 除了解释这是谁的墓葬外 碑文上还记载了 关二爷的生平事迹 众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难道人们拜关羽拜错了上千年吗 如果这是关羽的墓葬 那为什么会被葬在不知名的小村庄呢 关羽的关羽墓又该作何解释 震惊至于专家也没闲着 连忙在各种史书资料中寻找线索 终于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原来现在关羽庙是在明朝万里年间建立的 在乾隆时期下以修缮和扩建 或许是规模大起豪华加上帝王的重视 人们普遍认为关羽的关帝庙 才是关羽头颅安葬之地 也就成为现在熟知的三大关庙之一 至于为什么关羽的头颅会在关庄村 专家猜测其中或许发生过转移 很有可能是曹操害怕关羽的头颅 被盗墓贼盗走后拿来对付自己 于是便在关林修建了一座衣冠中 而真正的头颅则被葬在关庄村 同时找来他的贴身武器青龙掩跃刀 一同下葬到墓中 希望以此平息关羽灵魂 当然以上都还只是推测 至今都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虽然真正安葬关羽头颅的墓主 是如此的寒酸简陋 墓中也没有其他珍惜的随葬品 但关羽却成为一种 象征着异性的精神图头 要不然也不会有三座著名的灵物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座官邻里面 葬礼贵格最低的要数当扬的官邻 毕竟关羽和孙权本来就有一些矛盾 他曾辱骂来世拒绝和孙权接心 不然孙权也不合毫不犹豫 下令将关羽斩首 还把头颅献给曹操 后期为了避免刘备报复 才以汉寿停后里结埋葬关羽身躯 而规格最高的反而是 曹操为关羽修建的金王陵墓 原来曹操不仅十分敬佩关羽为人 还和他有一些交情 在关渡之战前期 关羽战败被生心带到许多后 曹操还代以后里人名为偏将军 关羽也为曹操展了袁绍大将年两 虽然曹操很想留住这位优秀将领 但关羽早已看清曹操的为人 自然不愿意留下 无论关羽埋葬在哪里 也丝毫不影响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时至今日洛阳的观礼庙 前来参观祭拜的游客仍落意不绝 香火依旧点盛 而关羽的故事和精神 也一定会继续流传下去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可在弹幕或下方评论区进行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老铁 可以点个赞或者关注 我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的 如果有说的不好的地方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